欢迎大家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维港外网有我林冀 最近一个非常热烈的字眼 很多人看到了什么事呢 是不是世界末日呢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为什么会用这个字眼的呢 就是二次文革 这个字是非常热烈的 以前很多人都说 大家都记得十几年前曾荫群说过什么 民主到极端的时候就会变成文革 那时说起来就好像笑话一样 很不幸现在这句说话又好像被他讲中了 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去到极端的时候 是不是会变成文革呢 现在你看看所谓什么民主 你看到他认为的民主就可能是这个 这种民主的情况之下 现在所谓二次文革 因为最近就非常多 中国大陆里面自己 不只是说香港的问题上面 也不是说外务问题上面 是对他自己民间的有很多不同的改革 那些所谓的改革是什么呢 最近有一篇文章就好像叫做一个非常之令人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做了一篇新的文章 那篇文章就叫做这个李光满的人所写的 那位文人所写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征在进行 这篇文就得到大量的中共官媒的转载 那篇文章的内容就是指控这个中国的娱乐圈有什么 有很多什么臭气昏天的猛料啊 然后又声称这个近来中共由这个整肃资本圈 叫停什么蚂蚁上市啊 针对阿里巴巴 滴滴 什么美团啊 由政治 去到经济 去到金融 现在加上这个什么文化娱乐呢 都要领导一下走去这个搞一场什么深刻的变革 或者是甚至是革命 那立即就令到很多人有这个联想了 因为大家都记起这个文革时期 有篇文叫做炮打司令部我的一章大字报 搞完之后呢就真的搞一场文化大革命出来 那这个文革是不是因此就要搞个二次的文革 走去再一次革一革命呢 那大家这个说法的时候呢 就立即很多人是非常之 就是有些就在那里笑 有些就在那里非常之担忧 那但是你搞完这篇文章 就是官媒转作完一轮之后呢 又好像摆在烏龙的嘛 就是呢搞完一轮之后 原本就想着你是 就是啊 来了的啦 就是大家都预了你搞的啦 是不是真的搞呢 那忽然之间又降温 那中共自己这个 这个好像御用文胆 胡锡进这个《万球时报》总编辑 又走出来就走去降温 这个呢是误判和误道 认为这些夸张的描述呢 背离了什么国家大政的方针哦 因此又造成了误道的说 那接着又说呢 官方呢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革命做过 只是加强对这个市场监管的行为 这个加强监管本身呢 就只是加强监管 就不是一个革命来的 那于是乎就指控这些革命啊 变革啊这些说法呢 是令人引发很多联想起一些历史的记忆 是这些狂想来的 那因此呢就反而是会引起这个恐慌 还有思想混乱哦 那接着呢 哇这个违心论来了 就反问一句了 喂 现在还需要搞什么运动式的革命吗 是要革谁的命呢 那这一句呢就非常可圈可点 是不是有些友仔想借一些乙走去 不知道革哪个领导人的命呢 那这里呢就当然是引发很多人的问号了 但是大家也记得好像香港近期有些人在贴什么变革香港的字眼 是不是 他们要革谁的命呢 大家要问一下 是不是 那现在呢就要问一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这个突然间由他自己官方大肆宣传搞 类似二次文革的文宣到突然间再叫停 又说这件事不是搞二次文革 是不是 你就见到其实去到今时今日呢 在中国大陆的一片很多的政治的 就是正宿以及很多不同的风气之中呢 是好鬼死鬼异和古怪的 是不是 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当然是非常之 常是说我们不关心这个祖国的事业 是不是 那大家就要关心一下了 是不是 有很多些中国大陆的新政 是不是 很多香港人听完出来都觉得会匪夷所思的 包括 限制未成年的年轻人打机 是不是 之前有什么 每天就只是限一个半钟 那么一个礼拜只可以打三天的一个半钟 跟着又限制 现在变了是每个礼拜三天 是只限一个钟 是不是 那么正呢 未成年的人如果想玩网络游戏的话呢 就只是可以 订阅一个钟而已 那么还有限制时间的 星期五六日 晚上八点至九点 是不是 你要打机就那个时间打不打就没得打了 是不是 这些就是 就是跟着什么假日 公众假期 好像就说可以再放宽一下 什么三个钟之旅 但是不知道 什么情况 是不是 现在就是是不是 一个这样的环境 还是再又说要去收紧呢 这些内政大家又再自己查一查 因为随时呢 这头说完那头又再转的了 那么这个打机 很多家长就说 哎呀 那么打机不好啊 对小朋友眼睛不好啊 对所有东西不好啊 都可能是德征来的 是吧 那么另一边呢 就对于这个娱乐圈都说要整顿 是吧 那么娱乐圈呢 就说 现在那个娱乐圈 是非常之离世大谱 是吧 有很多事情就要停 那么 例如呢 这个什么排名榜 是吧 有很多什么艺人的节目 艺人的言论 艺人的风气 个别艺人 例如不知为什么 非常之爱国的原本 都是他自己有的 赵薇 突然间又被人救世重提 是吧 拿回那些二十几年 就是十几年前的东西 是吧 那些穿上那些三万什么 就是疑似 在这个日本军旗 那些又拿回来说 接着呢 所有有关 他以前拍过什么 环珠格格 那些全部都下架 全部呢 就不见影了 是吧 那么其实 虽什么呢 又没有人知道的 是吧 这些就是一个非常之奇怪 于是乎 某些的人 就会被消失 是吧 就不是好像 我们香港那些演艺人 那些被人消失 你都知道他什么原因 起码都知道 大概什么事情 那些大陆里面 那些自己那些 就是原本非常之爱国 那些又突然间 全部不见了 是吧 那接着又这个又不错 那个又不错 是吧 还有有很多这个 就是他们自己里面 那些排名榜 那些 哎呀 这些是不良健康风气 是吧 斗什么呢 不要斗 是吧 艺人有什么好斗呢 那么另外 还有除了一些 就是演艺节目 什么真人show 那些全部要大使监管 是吧 就是叶柳又真的 又说开又重 你知道 就是整天又说 叫香港的艺人 还说要去中国大陆 独特发展 是吧 转过头呢 他之前所谓 可以力捧 可能要做这些节目 又立即立即 就是说 谁就立即 谁就立即 现在又不能玩 是吧 就是你看到 之前有大量 那些所谓的真人show 那些 现在又说 不可以做了 是吧 还有了 有一样 叫什么 梁炮文化 就是你问我 什么梁炮 我也不知道 他说什么了 但是问题 总之就是 那些男明星 上到电视台面前 电视节目 又不能做些诱惑观众的表情 眼神 丹眼 不可以 咬嘴唇 不可以 这些古灵精贵的都不可以 总之 又好像对于那些 男的人 就是明星 她们如果是 性向 或者她们的 所谓的 性别的定位 就是 性别定型 所以香港的 女权分子 应该听说是非常之气愤 或者LGBT 都会非常之气愤 意思就是 那你不能够 性别定型别人 人家是 男明星 不代表她自己的 认同 代表她一定是男性 就算她的认同是男性 不代表她有很多不同的行为 和表现 或者她的 想表现她自己的一个表达的手法 你是需要定型她 这些是男性可以做的 这些是男性不可以做的 那你是不是歧视呢 这时候 以往经常见到很多 口珠不伐的文章 忽然之间 就真的相对地是非常之少 很奇怪 因为去到中国政府 大家都非常之合作 很乖的 这个就是 见到 有关于性别的娱乐事业 去到这些全部东西 都全面去监管 那大家就会问一个问题 你说金融的管制 是一个实际上的动机 意思就是 你管钱 现在 做生意艰难 尤其是 因为很多外国的制裁 有很多 上市那里有很多问题 这些你能理解得到 它还有一个原因 那些娱乐事业 那些娱乐事业 你限制来做什么呢 那些纯粹是钱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人 在娱乐圈赚大钱 就不报税 所以就很生气 又或者 在娱乐圈里的定位 令到那些年轻人 喜欢那些 可能用性别歧视的字眼 男似男 女似女 那些是什么东西 于是乎 就用这些看法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当你连 原本那些人都不想你的事 都只是说 不行 你不可以看那些娱乐 不可以听那些歌 不可以什么 那是不是跟你隔离 那个叫朝鲜的政权 就越来越相似呢 大家当时都在说 朝鲜那些政权的统治之下 你不可以听那些南韩的歌 如果你听到南韩那些少女组合那些 就死得人多了 就立即拘捕你了 同样到你现在 就是中国当然 之前有什么输出文化 非常之有文化自信 文化大国 软实力 讲一大堆的东西 但是当你自己 那些所谓旗下的艺人 都居然是 其实不是那些你不信的人 或者你不是觉得是那些反对你的人 连你自己体制里面的人 都突然间要去加强监管 尽量这些又不准 那些又不准 其实是为了这些什么呢 为什么连你的娱乐圈 都要这样去整顿一下呢 于是乎 现在有很多人 就会有很大的疑问和问号 是不是纯粹的权斗呢 个别人士 可能这个又涉及马环 那个马环又不知 于是乎 又说要去影响 减少他的影响 这些还可以理解的 但现在不止是那些 就是连其他有关于的人士 都面对着相同的问题 以及你自己有都在受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理于中国现在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搞个所谓的二次文革 还是不是搞一场的二次文革呢 那你不是搞一场二次文革 反而回头 那你加强这么多年内部监管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很多人是想知道的 因为你不知的话 很多人就觉得很危危乎 意思就是你这样搞就不要搞了 于是好像很多香港有些人很失望 于是乎哎呀 前途是这样 如果香港是这样搞 不如就解散 散水 走人 移民 接着你又见到很诡异地有很多宣传 哎呀不是啊 大家千万不要失去信心 去到不要做什么二等公民 等等的情况之下 就是当你去到今时今日的环境之下 去说这些所谓的说话 还有没有说服力呢 就是等于你见到就是说 当你政府一天到刻 叫一些蓝丝 叫一些去支持政府 然后大家都要打针 是不是那些年轻人不听话 不肯打针呢 还是那些老人家不听话 或者不打针呢 就看清楚 去到现实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非常身体之诚实的 所以今时今日的问题就是 当你里面的经济 都是不断那些金融机构 给你所谓的打压 以及限制之下 去加强监管 这个又说违反反垄断法 那个又说他上市有问题 收集资金有问题 于是乎呢 你这样搞一搞之下呢 就会令到有很多人去担心 就是你有经常说 不是啊 仍然很好景的 是吧 你可以投资的 但是当你的民企 就是自己做生意的民间企业 所谓民间企业 本身有几民间你自己都知道 那些连民间企业 所谓的民间企业 都已经去到就是 这个又说有问题 那个又有问题 很自然地 投资者就会失去信心 是吧 投资者一旦失去信心 他们就撤资 或者就不再投资了 那于是乎你的股市就倒下了 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意思就是他一管 跟着就全部原本 那些古灵精怪的现象 跟着就消失了 当然是吧 但是呢 或者所谓表面上的消失 而变了其他 他自己的机构 国企那些 就可以继续是不需要监管的 那你这样搞一搞 是不是真的可以 就正如你所说的 预料发生的事情呢 这个就是大家会常常问的一个问题 意思就是说 很多人基于中国对外的形势 非常有信心 他们基于一样东西 就是对中国的经济 对它里面的动力 对它里面的所谓民企的创造力 等等是非常有一个信心 但是你另一方面 看到除了你外面对你的制裁 以及的压力之外 你里面原本的创造的动力 你自己里面的经济的火车头 有很多民间的企业 现在都被人进一步的监管 和收紧的情况之下 跟着呢 连这些所谓要输出的软实力 一些软的文化 叫人去看看他们的节目 他们那些所谓的 很强劲的娱乐圈的人士 都全部又再面对新一步的监管之下 你之前经常期望的软实力 有很多的输出的一些所谓的企业 输出的一些新的创造 都不再存在的话 那你怎样能够保持你的火车头的创造力呢 是不是靠国企去做光它呢 是不是靠官方的样板器 可以去输出全世界呢 这个是对于很多对于中国 是非常充满信心的人来说 是产生了很大的疑问 所以很自然地 你见到胡锡进要去灭火 但是灭火是否真的有作用呢 他说不是 是否代表着不叫文革的改革 或者收紧的政策 其实是一样是骗不了人 改变不了名称上的分别的问题 而是一个实质上仍然是继续的改变呢 这个自己各自去想一想